收看 创意理財 竟在運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 起32点 昨天跌122点 这两天加起来 还是跌90点 可是我的股票 最近这几天都往上走 因为我抓到主流股 那大盘的部分 我们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美国休假 美国国庆日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台子的部分 其实都满简单的 它就是一直循环 这台子10分钟K线 因为这里有一个胖首使事件 所以我们用看现货会更清楚 我是一直跟大家谈什么 10800 10900有压力 红高 偏空 拉回偏多 操作上其实台子琴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红回到大盘 因为大盘这里 他在震荡做整理 这昨天 如果你要寻找什么 寻找会创新高的股票 你提前去买 大盘在这里 我们预估7月份大概也是在这里 来回的震荡了 但重要是股票 就跟6月份我跟大家谈的一样 6月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谈 重点在选谷 结果大盘一涨上来 每个老师手上都是赚钱的 我说你到底要相信谁 我白子黑字这写了一两个月 就是这些股票 创新高了 出新了 我也讲了对不对 这一顿七星 这一顿四星 这个也创新高 这个也创新高 这些今天除息 等一下跟大家谈 这也是创新高 你要抓对族群 主流族群在5G 5G里面它又分好几个区块 不是所有股票你都要去买 你一档一档做 像这个出新了以后 接下来你是要卡位其他的 我说你要跟上脚步 我们再来谈全新 精彩跟神盾 那为什么再谈这三档 这一天我跟大家谈过 我说每个老师 盘只要一掌上来 都是高手 手上股票都大涨 在6月份的时候没有人敢讲 谁向我解盘这么明确 确确实实获利 那重点不在6月在7月 那为什么我说我们再来谈这几档 因为我公开我的传证稿在哪一个老师这样子公开 就三档嘛 都不多 不多啊 那这三档股票呢 昨天都大涨嘛 涨大半大烙 我说一百两两两点嘛 今天起三两点嘛 同样又起啊 那你说我的股票多不多 有没有赚钱 我说再来谈嘛 我们再来看 昨天啊 涨停对不对 他今天除息啊 明天 那大盘目前在这个地方嘛 那这几档股票呢 我们再来看 全信精彩的续报 神盾 明天除息8.1 建议参加除息 那这几档股票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全信继续长了 继续去不 我拨四百几档 这已经去那两档了 神盾明天除息啊 开高压回 尾盘又往上拉嘛 这差不多五百档 这谁买的 应该是法人啊 跑不掉 那精彩呢 昨天涨停 今天是又开高 开高 尾盘 他又往上拉 对不对 我涨这些股票 不是叫你去追价 也不是叫你帮我抬轿 因为这些收成涨股 自然有法人会买 就跟之前 利基一样嘛 今天利基呢 他又创新高 来到九尾二块三嘛 我买多少 我买九十的嘛 也没有关系 我最主要是跟大家谈 为什么我在卖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要追 那我也不需要你抬轿 因为你看法人都在这里嘛 法人筹码也没有跑掉 没有跑掉嘛 我在电视上讲这些股票 我不需要看电视 很无辜的观众帮我抬轿 因为自然的法人在买 而且法人筹码还没有跑掉嘛 那我为什么要卖 我赚七成呢 除息之前 我想落袋为安嘛 最简单你再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 五十块 五十五对内 一路涨涨到九十 买进卖出 我都讲得很清楚嘛 这是不是确确实实赚到 这四月份哦 这四月份 我说一支股票 这样这样 这样整理 这样落到这里来 机会不会等人的嘛 那时候我还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这里重挫从130 这一档是利基 从130重挫 九十再跌 跌到这里 你要注意这几个成交量嘛 在低档区出现这种 不寻常的大量 是谁在买 是法人在买 大股东回补嘛 那这个地方 你买进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成本 机会有没有 等人 这四月初嘛 那我们再来看哦 上去以后压回五十五块 这里机会又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平均成本五十三嘛 这样是一路涨 那你没有赚到七成 你九十除以五十三你自己去算嘛 那谁在买 我说我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奏教 对不对 这才是会会的价值嘛 我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奏教让法人来抬教嘛 他说拉上去了 这一段就是七成啊 五十五个月 五十五个月 法人还没卖嘛 他在这里審理多久 我們賣掉以後又整理了一個多禮拜 他今天創新高 那又怎麼樣 我漏袋了嘛 再七星 我說你要看一看籌碼 看一看籌碼 做股票就是這樣子 你丟我撿嘛 在低檔期誰在丟 對白色落到這裡來 誰在彈 誰在買 這些量誰在買 那你是做教 還是幫別人抬教 他創新高沒有關係啊 因為他要除息了嘛 九十塊在哪裡 在這裡剛剛好 來到壓力區嘛 這裡到這裡就要七星了嘛 那我說立即呢 賣掉以後 我說你要一樣 再尋找一些股票 低檔去卡位嘛 那我昨天是不是講 做這個股票 一樣啊 中處在這裡整理啊 在這裡買對不對 那如果來到這裡也是一樣有七成的機會嘛 我今天不公開 不代表他沒有漲喔 他今天要去喔 但是明後天有機會拉回 我希望你還有機會 我帶你去布局 我要回過頭來看 金台主任漲停 今天是不是繼續漲 全心從這裡到這裡 這樣跟有兩聲 我說同樣的故事再重演嘛 那為什麼在這裡買 我要在這裡 我不是買在這裡 我買在這裡 買的時候 然後進悄悄的 甚至法人呢 小胡買賣 這裡就上來了嘛 這樣是不是做教 那又一檔證明 做教往上走 這裡高趴 然後再連續漲 這樣有沒有賺到兩成 也差不多了嘛 那是外資來抬教 你在這裡買 那是外資來抬教 是一模一樣 跟利基一樣嘛 那神盾你也可以去查 是誰在買 精采也一樣嘛 包括之前 我們原相在這裡 鑽士城 這檔 也是一樣 法人抬教嘛 我說你要有本事 不要找無辜的賞戶 去追價 去當墊備 你要想辦法奏教 讓法人來抬教 這才是你會費的價值嘛 那你一檔是不是一檔一檔錯過了 那精采是不是上去了 那最近像文貌全新也上去了 那利基也結束了嘛 我們買進賣出嘛 帶進帶出對不對 會賣才是高手啊 我是賣到90塊 那賣掉以後呢 那如果說全新文貌這些你沒跟上 那這一檔你要跟上嘛 我說他今天是氣喔 今天不是熱 我哪一天我要公布啊 這一檔股票 它有這麼大的潛力 我向你把握機會 把電話撥通 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引步 三 穩住抓住桌角 用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搭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搭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搭頭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搭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二十二號那位先生 這位人力資源訪查員 你要拜訪你嗎 我有時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訪問嗎 先生 政府每月二十二日那週辦 人力資源訪查是有原因的 為了解多少人就業實驗 才有實戰的依據啊 他到底是做什麼的 受訪資料我們都絕對保密 人力資源探查 希望您的支持 歡迎回到現場 因為今天晚上美國國慶日 所以休假 基本上 如果美國休假的話 台股來講 波動應該不會很大 除非有出現什麼重大的 利多或利空 或者應該是在平盤附近整理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最近的台子 這是台子十分鐘K線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直震盪嘛 我是一直跟你談 黃高偏公 黃高偏公 拉回 黃低邁 這是現貨 我們來看一下呢 台子的部分 正好 目前來到這裡嘛 這裡七月台子開始 開始的時候怎麼談 這裡嘎空上去嘛 我是一開始跟你講 這個天花板 這個天花板 這個地板 七月台子呢 高點在這附近 這裡是多少 10900 10800 這六個底 接下來長山拉回 一樣都沒改變 長到這裡了 也沒改變 去到這裡來 我說來到這裡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喔 你不可以口口溜溜到這裡 還在溜 那現在呢 它是稍微拉回了 那昨天出現一些 可能是判手死事件嘛 那今天是往上走 那這個地方法人籌碼呢 它還是偏多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你愛小泥 你不可以在這裡去溜 這裡是黃高偏空的位置 那沒有上去之前呢 這裡就是來回做嘛 那我們用60分鐘K線來看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頭肩底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哪裡 就日K線的這裡嘛 那你要注意什麼 它一路漲 這裡快到了 10800對於內偏空 結果怎麼 掉下來了嘛 那這個地方你要注意什麼 這裡操作 我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短線盤整 但是你要注意高低檔 還有注意到缺口 這是60分鐘K線 你會發現呢 當跌的時候 一大堆缺口都是向下的 漲的時候呢 都是向上的缺口對不對 那這裡要小心 那這裡方向向上的 那目前法人籌碼呢 還沒有出脫 但是這裡很危險 那這是台紙的部分嘛 那從7月 6月 都很吻合啊 包括這裡 研究台紙你注意去看 這裡是下跌三波段 這個轉折你抓到沒有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你回去研究 這裡是波浪 理論下跌三波段 轉折出來了 然後一路漲 那這頭肩底 這裡是壓力 如果你心夠細 如果你心夠細 你看得懂的話呢 其實台紙 它沒有那麼難 那另外我跟大家談一下 譬如說像 為什麼我一直講5G 我們簡單看一下 你看一看連花科 他是一路漲喔 那同樣這一段呢 你對照一下大盤 那你這看出什麼 這個是主流嘛 我沒有買連花科 但是你一定要去參考 連花科的手勢 那連花科以外呢 五茂也是嘛 五茂也是5G的龍頭啊 他今天有沒有跌 他今天也沒有跌啊 不是叫你去追掌 而是你要去了解 你要怎麼樣去抓主流 你要去了解什麼 了解法人 了解他在鎖住哪一些股票 籌碼哪一些股票 籌碼比較安定 那他在低檔區 你跟著買進 你的成本跟他差不多 你很自然的 就奏教嘛 你用心的去找股票 你不需要聽消息 你很自然的就奏教 那不管是利基 不管是全新 我是都有事先講 事後印證對不對 不是大盤漲起來了 每個老師手上都有大漲的股票 誰把證據拿出來 一彎兩瞪眼嘛 那重點是7月份 6月份賺多少錢不重要嘛 7月份機會來了 大盤在7月份這裡會整理 然後慢慢進入選舉行情 你要不要賺錢 重新的再找一檔股票 從低檔去做切入 這支今天起 明後天還有機會 把握機會 像利基我就賺了7成嘛 對不對 這一檔有機會 對 把電話撥通 我們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擁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戰網 印打頭部 後面都在這裡啦 今日起身裝印打特別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明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打頭部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打頭部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昨天談到 這七成出清了對不對 這個四成 百合 他今天 整理完了 往上走 有沒有下來 沒有嘛 量縮了對不對 我說量縮完了以後 他就會往上走 重點是 你要在這裡去卡位嘛 三二模組 這兩個 今天除息 雙紅今天除息 1.5 今天 剛好 填息 1.2 太壽今天 除息1.2 今天稍微拉回 那這些拉回的股票 你就要去注意嘛 那之前 六月份 講一波 他是有創性高 那他除息完了以後 還有沒有機會 往上走 我說這一個族群 是看漲的 這個創性高拉回 這個創性高 出掉 出掉對不對 這個再往上走了 那這一些呢 PA族群 這三檔嘛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最後一段 我們講一下洪捷科 洪捷科先漲 記者我跟大家談說 他除息當天填息 當天填息 那要繼續往上走 他不只填息 他還軋空 我說除息的時候 為什麼總是有一堆人放空 放空 強制回補隊隊 長上去 再空 這四千多張 不是叫你去撿這支 他長了以後 那同樣是PA族群 這支這支做嘛 大漲的股票 不要去追 那接下來呢 你會看到 這在這裡要不去喔 這也在整理對不對 這在整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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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抖去也沒有 這塊的呢 哇 又再對不到 有沒有跟上腳步 繼續漲啊 繼續漲啊 繼續漲對不對 昨天小胡拉回 今天呢 又往上走啦 你說 這股票 這樣有兩聲嗎 你自己去撕嘛 那昨天精彩大漲停 嘗試洗盤對不對 不一定 突破以後 那樣說了嘛 那你說還會不會漲 這裡是小小的一個底部出現了 我說你在這裡去追加幹什麼 為什麼我這樣講 在四月份的時候 如果你去追神盾 你現在是到牢的 你在這裡去買你是賺錢的 那這裡四月份 你去買利基 在這裡足底 往上多少 不止四成啊 我是賺了七成賣掉嘛 這四月份 這四月份 該買的時候你不買 不該買的時候你口口溜 四月份還有原相嘛 這裡是四成 你看又是法人抬轎有沒有 又是法人抬轎嘛 跟利基一樣啊 那百合這個頭肩底的K線 它是往上走了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你要專注在個股 那你要怎麼樣去選股 大凡在這裡整理 重點是股票嘛 這股今天去喔 你要專注去撿便宜對不對 那不管是旗子 或者是個股都一樣嘛 把握機會呢 你把電話撥通 好好的去規劃大行情 就如同六月份一樣 這些股票 把電話撥通 七月份是一個最佳的買點 謝謝大家 放置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毫無其風險 現在請YouTube應通財政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哪裡 看到哪裡 YouTube日四點鐘 線上直播最到時 分析師精準凡式解析 隨算隨看 很方便 YouTube運通財政台頻道 不關系 跟你安賴在一起 運達投顧 何況都在這裡啦 舉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店02-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